对于金钱 我很尊重 没头 没抢 没有 那如果你有一个富一旦兄弟呢 真舒服 不愧是上百万的豪车 这感觉就是不一样 姐夫 我来开背 我驾照拿到手也有三年多了 还从来没有开过这么好的车呢 你不是没有开过这么好的车 而是根本就没有开过车 姐 你这就小瞧你弟弟了吧 要是不会开 我又怎么能通过考试 行了行了 别浪费时间 正风 明昊想开你就让他开一下 不就是一辆车吗 反正都是咱自己的东西 真要是出了什么问题 大不了你找保险就是了 到底要不要买房了 要是下了这个车 我们就不去看房了 真小气 不说了 正风啊 林明这次给了你多少钱 够给明昊买房子布 哼 比说首付 全款应该也够了 这么多 那不得大几百万 你跟那个林明的关系这么好啊 人家果然是钱花不完的大老板 一出手就是几百万 弄得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你还有不好意思的时候 姐夫 你这意思 是打算给我付全款了 我以后就不用还房贷了 先去了再说吧 众人来到了玫瑰花园小区 刚刚走进售楼处 之前林正风买房子的那个销售就赢了上来 当时这个大客户可是买了一套430万的房子 而且还是全款 在长光市 这么豪横的大老板可不多见 林先生 新年好啊 新年好 您这是 又打算买房 我小舅子想买一套 原来是这样 一家人都在一个小区 的确是亲上加亲 以后有些什么事的话 也能互相照应 你先带他们去看看房子吧 好的 你到底要干什么 林明真的给了你几百万 咱们签他的已经够多了 你怎么还要人家的钱 林明说他都已经安排好了 今天主要是给你爸妈他们掌场教训 掌教训就是给他们买房子啊 那你也再给我掌掌教训 昨天你也看到了林明给向老板打了电话 说他多安排了 林明还跟我私下说 他要是没安排好 这套房子就当送给你弟弟了 唉 好吧 过了好几个小时候 几人才意犹未尽的跟着销售回来 姐夫 十号楼 就是那个楼王 我就要那里了 你弟弟跟他女朋友商量了 以后至少得生两个孩子 加上我们也得经常过来住 怎么也得买个大胆的 270平 400多万啊 文明好 这么贵的房子你也敢要 真当这钱是我和你姐夫的 就是因为不是你们的钱 所以我才会选那个楼王啊 反正林明有的是钱 别说买一套 买十套对他来说都轻而易举 他都把钱给我姐夫打过来了 不就是让我买房子的吗 文远远 我警告你啊 别在这种关键时刻给我掉链子 刚才人家售楼小姐已经说了 你们买的就是这个楼王 怎么个意思 只有你们能住 你弟弟不能住 以后名号才是给我们送中的那个人 你要是敢拖后腿 那以后就别回家了 这家人这种让别人出钱 还只高气昂大 还真是第一次见 真不要脸 他 那就这套 结合透吧 林正风 你疯了 姐 我说你到底怎么回事 论气魄这一块 你是真的赶不上我姐夫 就是 路上明明已经说好了 哪怕真的几百万 我女婿也给他买 你现在又要反悔 反正我今天就看上这套房子了 而且已经把照片和录像都给彩彩发过去了 你要是不给我买这套房子的话 那彩彩就会跟我分手 这么严重的后果你能承担得起吗 就这套了 我跟你妈也挺喜欢的 区区几百万而已 以正风和林明的关系 林明肯定也不会在意这点钱 就你们要脸 我和正风就不要脸了是吧 混账东西 怎么说话呢 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 这还没结婚呢 胳膊肘就已经开始往外拐了 那个 我去给几位倒杯水 你们先商量一下 不用商量了 就这套吧 你去把合同拿来 好的林先生 哪位是房主 麻烦把身份证给我一下 是我是我 销售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身份证 随后居然脸色一变 怎么了 你叫我名号 不然呢 身份证上不写着呢吗 真是浪费时间 几位不好意思 还得麻烦你们久等一下 我先去打个电话 当时我买房子的时候 可没有这个环节 林明的安排已经起作用了 何凤英一家子 还美滋滋地在那里等着 不一会儿 销售又回来 不好意思文先生 刚才是我搞错了 10号楼的房源已经全部卖完 你还是去别的楼盘看看吧 什么 你在跟我开玩笑的 刚刚还说有的是房源 现在一套都没有了 你是看我们打算买了 又在想这法的涨价吧 没有房源了 抱歉 你们怎么搞的 没有房源还浪费我们的时间干嘛 我要投诉你们 销售微微一笑 拿出了一张名片递给文明号 文先生 这上面是长光市住建局的电话 您要投诉的话 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号码 嗯 你几个意思 小姑娘 你心里想的什么我非常清楚 不过我也可以告诉你 我女士有的是钱 她的发小就是 懒倒是凤凰之要的大老板 身家几百个亿呢 想涨多少你直说就是 反正今天这套房子 我们买定了 阿姨 我知道你们有钱 但我们这边的房源真的没有了 以您几位的财力 去其他地方肯定随便买 加价都不行嘛 这不是加价不加价的问题 十号楼的房源没有了是吧 那行 我们再看看其他楼号 反正我今天就要买这个小区的房子 文先生 您可能误会了 我的意思不是十号楼的房源没有了 而是整个小区的房源都没有了 你杀我 你们就是这么对待客户的 那上面明明写着在手 而且四周还有其他人在看房子 你为什么要说没有房源了 文先生 你们还不明白吗 这个小区不是没有房源 而是不敢卖给你们 你们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咱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